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自从梦中的那片海播出以来 观众的呼声一直很高 不仅粉丝非常支持 很多路人的角色也是如此 该节目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其中的几位演员 突出了他角色的鲜明个性 肖战一直是大家口中的 流量艺术家 所以很多网友对他都有偏见 尤其是他主演的作品 人们会相信他的很多作品 都是粉丝生成的数据 但节目播出之后 有网友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相信肖战让他打破了 新人的刻板印象 在最近的几集中 肖战的演技造就了巨大的能量 追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肖战在剧中饰演的肖春生 是一个非常阳光自信的男孩 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他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有着非常完美的价值观 高情商和忠诚度 所以无论走到哪里身边 都会有一群好朋友 曾经一直是肖春生的梦想 但由于父亲的一些原因 他的政治审查 推迟了多年才正式出院 幸运的是 他最终还是如愿入伍了 可是也没想到 这一次的军旅代替了他的梦想 让他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在一次战斗中 肖春生不小心受了重伤 而这次他受伤的是因为 他的好兄弟 由于伤势严重 他很可能面临着下肢瘫痪 余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过去肖春生是一个 精神非常好的年轻人 那是石刹海的一道靓丽风景 这样一个骄傲的年轻人 居然坐着轮椅坐上了火车 无奈离开了部队 看到这里呢 估计很多观众 都为肖春生的人品感到惋惜 以前有多得意 现在就有多郁闷 这样一个破男孩 隔着屏幕都让观众感到无奈 这一集也说明了 肖战的演技进步了很多 这一集中有很多哭戏 先是他和弟弟 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为梦想争吵 第二次 他一个人在火车上 看到童小梅追着自己 想要照顾他 虽然嘴里呢 还在嬉笑着说 自己是残疾人 上火车会得带优待 但童小梅转身的时候 还是哭不出来了 片尾出现了肖春生 和姐姐的较量戏 姐姐来火车站街 只能坐在轮椅上的肖春生 肖春生坐在前面 护士后面推着轮椅 那时他们还没有看到 对方的表情 就已经哭了 顺着脸 留下来 从不同的哭戏 和不同角色的对手戏 也能感受到 肖战在处理不同场合 出现的哭戏时 表现出微妙的变化 目前这部剧的剧情 可以说是 引入了不少能量 剧中 球迷虽然心疼肖春生 但是戏外 也为肖春生感到骄傲 肖战始终认真 对待每一个角色 竭尽全力地 投入到故事和角色中 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 昔日的肖子和如今落魄的勇士之间的反差 期待这部剧更多精彩的内容 任何剧作的播出都不可能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总有些事情是无法掌控的 但好的作品 却能够经受住各方面的考验 直达人心 火爆音频 不得不说 良心的制作 演员亲情的演绎 动人的故事 永远都是为观众喜爱的 更是精著推敲 永久流传的 肖战首次主演的年代剧 《梦中的那片海》 已经播出 就受到普遍的赞誉 虽然有人拿女主 拿粉丝说事 变相打压 但剧作的精彩 有目共睹 因而一些条事 都显得是苍白无力 都说好事多磨 该剧的播出 也是有些曲折 这在前文介绍过了 而在播出期间 恰赶上高考前一周 全国上下众多家庭 进入闭电模式 整个大盘都低迷起来 但梦中的那片海 在一片好声中 稳住了观众盘 扛住了压力 牢固众多榜单首位 收拾峰值不断攀升 彰显着一步好剧 强悍的生命力 在高考的最后一天 剧中的萧春生 却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阶段 遭遇了亲情 友情 爱情三方面的措施 经受着事业身体精神的三层重创 剧中 肖战演技爆发 各种悲情与泪水 也是让屏幕前的观众哭到稀里哗啦 赚足了眼泪 一时间对于贺鸿林与叶国华两人的行为 与选择引发了全网大讨论 在剧中 两人与萧春生互换立场 一派通情打理 却在泪水与愧疚中 依然选择自私 现实 还抱团取暖 真是让人气愤 在剧外 观众面对这样的事情 又该何去何从呢 虽然时代背景 情景不同 但有些精神内核 是根骨不变的 每个时代的争先锋 都是像萧春生这样的人物 在挑起社会的大梁 在引领整个社会正向的风潮 他们热血昂扬 坚持正义 坚守道义 无私奉献 在每个时代都是最耀眼的存在 他们有牺牲 但他们也是最勇敢 最执着 最有前途的存在 当下或许会是贺鸿林 叶国华占尽优势 但未来势必打脸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这是时代社会的大道 也是美国人心中的大道 看下面这次丈夫 非要与妻子共情同骂的小故事 也是见证了世道人心 这部剧火爆音频 不仅引发了全网大讨论 更赢得了数据与口碑的双丰收 CVB 库云 微榜 WB等多个平台榜首称霸 微致成功破亿 DX视频站内热度值 更是突破了28000 进入必看俱乐部 大有充上三万 踏入爆款俱乐部的趋势 实在是形势喜人 众多专家与官媒也纷纷发声 对该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北大教授张颖武赞发 亲自长文点评这部剧 从剧情衔接到演员表现 都进行了详细评价 很能打动人 是一部有着独到特色的年代剧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梦中的那片海不断热播 这部剧获得了非常多的新荣誉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件 评价了故事发展的每个阶段 面对不同的人生与选择 非常具现实意义 另外还对这部剧进行了简单总评 是一部很能打动人的好作品 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和情和力 如此看来 肖战算是彻底出圈了 观众面非常的广泛 这是我们乐意看到的结果 中央契机学院教师胡欣说 这部剧始于青春 不止于青春 别具意义 人民网 光明网也是发出长评 在以小剑大折射时代 奏响了激荡人心的青春交响曲 这里想说的是 有以肖春生身上 竞争时代的主基调 这种基调 也在肖战本人身上真实的体现 现实中有太多的阻碍 与诱惑存在 他们有坚持 有热爱 有着当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抱之以歌的精神 是这个世界正向正气 浩然天下的代表 肖战首演年代剧 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数据与口碑 与剧中肖春生的一句话息息相关 那就是不走好走的路 他练习原生台词 出演话剧 不知在人后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努力 他的每部作品之所以都取得了好成绩 可以说他走了最难的路 也势必站上最高的山峰 梦中的那片海会是他的又一部出圈之剧 一部国民大剧 肖战毋庸置疑是实力派演员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不仅没有露出所谓的短板 恰恰相反 肖战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展现出自己能够驾驭不同类型角色的能力 在梦中的那片海之后 肖战欲骨遥也爆料要来了 更不用说新电影《射雕英雄传》马上开机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步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